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水培的芹菜试验 长得非常好 让我们再看它的根系 看一下 然后重点是这样的 看这边 因为这个池子 这个池子是我们做的一个试验池子 专门做这个破坏性试验 在同样的条件下 你看这个芹菜长势 和这个芹菜对比 完全不一样 这个芹菜呢 长势非常健壮 打开一颗 可以看一下 这是定值了还不到一个月的芹菜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击毙 我是台哥 我拍这个视频的目的呢 是告诉大家 特别对于一些 刚开始进入到水培椰菜这个行业的 做深渊柔的朋友 如果说技术 还不是说特别 特别好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 先从 这个芹菜种子开始 这个芹菜 明显 它要比生菜呢 在同样的生长条件下 就是它的抗泥性呢 会比生菜会更好 更容易去种植 中芹菜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恐惧 做到 10公分 住航局做到10公分 然后你小的时候 你可以往外销售 卖小芹菜 等这个 踢着卖 踢了以后呢 剩下的变成 住航局是20公分的时候 你可以卖大芹菜 或者卖那种去根 去顶端的那种大锡芹 都可以 芹菜还是比较好种植的 好 感谢观看